你又怎样看,这样始终是环球收运税 那个影响有多大,但是港股又顶多久呢? 当然啦,完全没有影响是假的 就是你这样说,环球那样向你所说收运税 或者美股那样跌法 没理由对港股完全没有影响 这个一定有一些拖累 但是我想相对性来说,港股会是硬朗一些的 就是如果你论,可能就算跌也好 我觉得不会像美股那样杀得那么夸张 因为你可以说好在好在港股是跌了很久先 就是都弱了很年纪 就是要残了那么久 那你刚才看到,可能算估值那些位置来说 其实港股现在还是处于均值留下 就是特别之前,其实一至两个比较差点 其实是比较便宜的 所以在一个比较低的估值里面 我想暂时又不会有一个很大的限空间 所以其实你比对近一个星期也好 其实都很明显港股是叫做跑赢着美股 或者比美股硬朗一些 就是美股跌,我们可能也要跟下跌 但是那些跌幅已经不是太夸 而且有时会是扰腰上去 所以未算是很悲观注的 但是当然要慢慢 就是我想看着美股那样去发展 就是反过来说,美股 真的比自己预期重要是插得厉害的 这个就更加对港股一定有一个更大的拖累 这个是继续留意地方 我想除了美股之外 始终港股构成了一段比较强的主因 最主要当然港股和A股的关联度 其实比较高一些 特别过去这一阵炒政策 炒科技都是这些因素 所以恨好,暂时A股仍然算是强的 虽然这些位置我想都可能有机会要整股一下 因为升得比较急的短期 但是未至于说太差的走势 对于港股也是有一个正面的帮助 但是始终现在的消息面就混乱一些 可能除了A股美股之外 你考虑一些资金面 例如看港会、人仔等等不同因素 其实我想现在是中间一点 虽然可能近期就是为什么会升完之后 有些可能一些回调、调整整股 我想即使来说 即是今天或者这一两天 比较关键地看着大概207,000这些位置 虽然今天有机会可能要穿一穿 但是看看可不可以在日内站得上去 或者收市站得上去207,000这些位置流上 因为这个位置我想从一个即使的走势来说 特别是5月份10日的低位19178 其实开始当是这一阵的反弹来计 升到近期最高22,142 其实差不多3000点 变相如果当回回一半 即是黄金比较算 刚刚就是207,000左右 206,000左右 如果是正确的来说 所以我想初步可以看着这些位置 是否能站得住 如果能站得住 暂时意味着反弹浪就未完结了 但是如果你说黄金比较调一半 这些位置都一打就打穿 或者既然回上去 那就可能要小心一点 就可能再回心多一点 譬如可能靠近两边附近 所以如果你说在一个部署上说 当然这些市况不会建议大家 贸贸型泰国进取入场 因为刚才提到消息已经比较乱 就是慢慢的 每天都变得很快 但是如果你说过去是有坐到这一阵升浪上来的朋友 当然现在可以 其实过去都应该慢慢开始考虑 叫赚一下吃一下糊 因为你很明显到最上一百天才冲不穿 这个都是一个阻力 但是如果你说很明确地打穿了207,000 这位楼下的 就可能真的要短线考虑真的走一走 我想就是等低一些 譬如刚才可能短线2万边附近的 或者2万边附近的 那叫股值又再便宜回又再吸引回的时候 才再买回头 这样就会比较好一点